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三个扭蛋的玩具 首先是杰德奥特曼的扭蛋玩具 那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这时候掉出来一个红色的扭蛋 这里面会是哪一个奥特胶囊呢? 第二个扭蛋是这个崎嶺的果冻里玩具 这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表情 那我们会挑到哪一个呢? 这是一个粉红色的扭蛋 第三个是超级英雄蜘蛛侠的扭蛋 那这是最新的蜘蛛侠英雄归来的扭蛋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拿到了浅蓝色的扭蛋 首先给我们带来杰德奥特曼扭蛋玩具的是这个奥特曼 它是杰德奥特曼的好勇形态 打开红色扭蛋 这里面有一个黑色的袋子 然后这是玩具的种类 这里面一共有11种奥特曼和怪兽胶囊 然后最稀有的是这一个红色的莫比游丝燃烧泳脂形态 那我们能不能抽到它呢? 还有加古拉是加古拉 让我们一起打开来看一下 这会是哪一个奥特曼呢? 原来是赛罗奥特曼的奥特胶囊 发出的是蓝色的光 正好赛罗奥特曼和奥特之父可以融合 变成这一个好勇形态 接下来让我们来猜一下这四个奥特胶囊 分别是什么呢? 这个黑色的是怪兽胶囊 上面是大魔王兽马嘎大蛇 发出的是白色的光 接下来这个是黄金颜色的奥特胶囊 那你们知道这是哪一个奥特曼吗? 这里还有一个红色的奥特胶囊 这也是一个怪兽胶囊呢 那你们知道 这个发出指示光的是什么怪兽吗? 最后这个是贝利亚奥特曼 这时候奥特胶囊都变成了奥特曼和怪兽们 现场出现了大魔王兽马嘎大蛇 还有贝利亚的巨大软胶 接下来给我们带来扭蛋的是太罗奥特曼 太罗奥特曼给我们带来的是果冻尼的奇趣玩具 这里面有各种搞笑的表情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抽到的这个表情好像不太开心 这是蓝色的果冻尼 让我们把它倒到杯子里 再用手指压两下 太罗奥特曼也来帮忙 好有趣啊 这个果冻尼从这些孔里面流出来 然后形成一个表情 哈哈 这是果冻尼怪兽 他要来攻击太罗奥特曼 太罗奥特曼被果冻尼包住了 好有意思啊 好像穿上了一件蓝色的披风 可恶的怪兽 太罗奥特曼又来打果冻尼怪兽 最后给我们带来扭蛋的是 欧巴奥特曼的暴眼形态 那你们知道 它是由哪两个奥特曼融合变成的吗 这是超级英雄 蜘蛛侠的扭蛋玩具 这里面有五个种类的超级英雄 有蜘蛛侠穿着他的战衣 还有穿着普通衣服的蜘蛛侠 还有钢铁侠 还有坏人 突旧 那我们抽到的是这个迷你的蜘蛛侠 大家看 他还在发射他的蜘蛛丝呢 这里还有一个蜘蛛侠 头像的小牌子 正好我们可以把它挂在暴眼形态的脖子上 就像这样子 看上去好炫酷啊 那今天三位奥特曼给我们带来的扭蛋玩具 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呢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哦 更多更好玩的扭蛋玩具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